这是今天节目的话题 欢迎收听乐到最高点 来请来高兴好朋友 大家收听的是快乐年报忙 乐到最高点 李明明上大师 我是Angel大高兆 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想一定要来谈谈 昨天高雄市市长两位候选人精彩的辩论 不过因为我谈的角度 其实我很少从政治的角度去谈 今天我们谈一点不同的角度 从我们人民生活的角度 从文学的角度我们来谈谈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选战 有一个字 蛮这个引起我的注意的 刚开始有人在讲说 包子里面没有馅 没有馅的话呢 就是那应该就是山东馒头 就是馒头嘛 对不对 那如果有馅儿 然后没皮 那么就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狮子头 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好 那最后呢 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礼拜六 我讲造势 这么位候选人讲了 就说要用这个包容 隔天另外一个候选人也讲说 要用包容 然后要用爱 要用理性跟和平 我突然想说包容这个字 到底 它内涵是什么 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包字好了 我查了一下 这个包的由来 这个包其实是 外面一层膜 里面包的一个是什么 在我们最早最早 有这样的一个意象 其实是孕妇 怀孕 我们的这个肚皮 对不对 然后包着小孩子 所以有这个包的这个意象 好 那这个包的这个字呢 在早期的字型上面 其实看起来是不是 来 我们有一个类似 啵啵啵啵啵的一个这个 这个啵字嘛 在在外围 所以好像一个包柱 那下面呢 是有点像一个四字 就是那个 直丑一卯 橙四五位 就是有点像那个 但不是那个四字 但是一个包起来的 那个那个字 那其实那个是 有点像小孩子 以前在这个象形 就是用形象来看的时候 它像一个小孩子的形状 当然因为这个包字 就是 就是一层膜 然后里面有个小孩子 这样的意象 后来经过了不同文字的转变之后 其实慢慢已经不会像那个 有那个 里面那个不像小孩子的那个 所以它是用像形来看 其实还是有点像啊 因为 那个四字 只丑一卯 橙四文 那个是 有一个口的 就是像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头啊 那我要讲这个包字 其实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由来 那这个包字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们在讲说 有点希望包容 有海纳百川 然后呢 这个杜大能容 像一下米勒佛 所以今年呢 这个选举里面 我觉得最夯的一个字 就是这个包字 因为有包子说 对不对 那现在又要包容 但是我在想说 文字是文字啦 就是说 有时候 我们人是这样子说 说 不知道怎么做得到 其实有时候最简单的字 字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 就是 有时候会做不到 或者是做的方式 会用错方式 来我们来讲一个字叫做 爱 爱啊 Love啊 爱这个理呢 大家都知道 爱的意思 的范围很多 有男女之间的情爱 有亲情 对不对 同事朋友 其实都有不同的爱 但是这个 这个爱字呢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有些人 不知道怎么去爱 以前 在说 在比较父权威权时代 特别是 我们这个台湾人 以前不知道是 我们当时的思想 比较薄修 还是受到日本时代 一种威权 那种形象 所以 我们台湾人 尤其是男人 我的意思是 比较中部的这一刻 就长辈这一集的 他大概其实不太会去说 我爱你 不知道怎么爱 所以 以前如果在教小孩子的时候 在教孩子的时候 其实如果在自己念 就是在爱你 有在教你 就是说 他其实心里是很关心你的 所以他才会念你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念的那个方式 其实是一个爱 但是 很 很不重听 因为为什么 你如果常常被人家念 或被人家骂的话 你的感觉是怎样 你感觉是 感觉是被言语霸凌 你感觉是被羞辱 你没有感觉是被爱了 好 那我要讲了 这个前一阵子 就是不到一个月前 有一个发生在高雄市鸟松 这个那个凶杀案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也曾经讲过 那个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父亲 然后被他五十几岁的儿子 这个给杀了 那也过世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那个过程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个老父亲 他一直跟他的儿子讲说 你要仔细听哦 因为这个跟我昨天对辩论 听辩论之后的 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老父亲 哪有父母 天下几乎 所有的天下父母心 几乎都是为孩子好的 少数那种 你说虐童 不是的父母 有 但是那毕竟很少数 一般的父母 其实都是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这辈子心心念念 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小孩 从出生到最后 他五十几岁的儿子 他还在关心他的未来 但是这个老父亲 平常是怎么讲话 是说 你不要这么没用 就是你不要那么没用 就是应该要出去找工作 不要懒 就是说你这样就会成为没用的人了啦 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就会成为没用的人了啦 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就会成为没用的人了啦 你吃这个肥子 你这个年纪啦 快点快点 就是应该要去找工作啦 你就应该去找这个工作 要不然呢 我有办法养你一辈子吗 我是有在家 你一世人吗 对不对 其实这个爱是什么 怕我年纪都八十几岁了 对不对 我怕可能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我还怕我的这个五十几岁的儿子 以后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现在呢 五十几岁 就已经好多年就没头疼啦 就已经好多年其实没有工作了 这老父是不是其实是很担心 其实是很爱 可是呢 这个老父亲用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感觉就是一直在骂他 果然 爆发点来了 这儿子呢 终于有一天 听了真的非常的气愤 生气不爽 所以呢 就把爸爸给杀了 所以哦 有些话我要讲 有些话虽然不重听 有一点话 所以听起来不好听 但是呢 你要去了解他背后的含义 你要去了解说 他背后的内涵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其实是爱你 希望说这个儿子就比较尊重的 你就要奋斗一点 然后呢 赶快怎么样 努力去找工作 问你自己的未来 有番打算 不要让我老了 还这样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养你了 那你以后我死了你怎么办 那以后我死了 你是要怎么办 你的未来 你不知道要靠自己 你现在五十几岁 也是同样要去找工作 要去找工作 问你自己的未来打拼 不是吗 但是哦 爱的方式 真的有时候 特别在台湾长辈的 这一个世代 其实他的方式会比较严厉 那很多人其实 有时候爱是说不出口的 有时候说起来不重听 但是 但是呢 很实际 很实际 所以我觉得啦 讲又劳又穷 听起来就是不重听 但是呢 内涵是什么 要大家呢 共同去了解 但是我们这个了解 就从昨天辩论会开始了解 来我们来看看 昨天的这个辩论里面 这个两方 两方真的就在 当然激在 那我要讲啊 其实一个辩论是这样的 辩论 这个是叫做首长级的 这是高雄市长级的一个辩论 不是学校大学的这种 辩论 昨天那场的定位是在 高雄市长选举辩论 所以这是应该要彰显示一个 怎么样解决城市的问题 然后呢 并且怎么样 并且要提出方案 不是只有批评完就算了 所以也不是在 这个所谓的选举辩论里面 你只是用技术性 用辩论性的去攻击对方 你如果只在大学当一个学生 我们来练习我们的辩论技巧 你就是要做攻击 我觉得这个当然 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技术性太高 而失去的格局 又没有回答到问题的话 那这个 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两边 这两边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用自由时报的 来自由时报 当然 等一下也会公平一点 用一下中国时报 这个你看像媒体都 都还分蓝的 绿的 那你说怎么办 那我有时候坐在这边讲话 我如果偏谁 大家都以为我收了谁的钱 所以这真的是媒体界的悲哀啊 但是呢 老板 这是私人营业 老板要 要 要 要营运嘛 老板也要赚钱了 啊我们要生活啊 那你说怎么办 对啦 谁 谁比较有理想 所以 是我离职 还是公司要关起来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有一天 大家真的好好的 来检讨一下 党政军 应该要撤出媒体 还有 钱 不能去限制言论自由 这件事情 这要搞的 我脸 报纸都要 为了要保持平衡 我两边都要看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昨天的 自由时报 昨天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电视辩论 民进党陈其迈 批评国民党 韩国瑜 不了解高雄的痛 高雄的地下管线 不是高雄的选择 不要一直用又老又穷 嘲笑高雄的痛苦 那么讲一次呢 高雄人就心痛一次 那么韩国瑜则反击说 陈其迈今年1月18日 曾经发表 高雄有四大困难 包括了经济转型困难 人口老化 财政困难 那么代表呢 陈其迈也承认高雄又老又穷 好 所以又老又穷 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 虽然不中听 但是我觉得 依照马云的说法 一个CEO是要看到问题 要看到问题 并且呢 要有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 陈其迈也非常好 其实他现在他也承认说 他有听到 有听到市民的这个需求跟新声 所以这是这场选举里面 我觉得 其实算有价格了啦 对不对 就是让这个候选人 真正呢 明白 要去听到 人民的心声 那也要了解 如果 政党 或是哪一个候选人 其实做的不好 到最后 人民也会用选票 来 投下这个神圣的一票 这就叫做民主 所以 本来就是人民的选择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请候选人都不要忘记 好 那韩国瑜也举出的数字表示说 高雄的负债 全国最多 高达 2500亿到3000亿元 好 每个高雄市民的负债 是9万元到 10万4千元 这个区间 那有人说真心话 就说他唱衰高雄 要勇敢的面对 才能解决问题 那么韩也反问陈其迈 高雄负债3000亿 要怎么还 这就是其实我也很期待 听到3000亿到底怎么还 不过呢 现在我们电台的广告时间到了 这广告呢 真的要请大家 真的 给我们旁边用心听一下 这民营的 这个媒体要生存 真的我们非常谢谢 有这些的广告 那我想这样子呢 也才能够有好的 这个节目品质 呈现给大家 好 感谢 我们在广告就回到现场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电信职 这次洪山市议员的选举 特别向你推荐 三好林地宫 林地宫 为了我们高雄的进步 借责 来替我们高雄发生 在我们最后最关键的事件 三好林地宫的选举 相当的围急 非常的危险 拜托各位 在乡亲 红山外新山 支持三好林地宫 各位 林富布 定期第三号林富布 拜托 再拜托 老爷 老爷啊 老爷啊 我很烦恼 前几天在游行 说什么 你男女跟男女 男女跟男女 也能结婚 怎么会这样啦 我们只能像小兄一个孙娘 如果跟男女结婚 我们是要怎么破孙 实在是争亂 全是有这些股床破孙 哎呦 不用烦恼啦 听隔壁 老爷子说 支持爱家公投 十一过日是公道 十好 十一好 十二好 到董玉票 我们就希望不可能孙了啦 哈哈哈哈 各位冰冻市民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是冰冻市长 好孙林 定期第二号 李青青 孙到人 做的事情 管市感播 再做冰冻市 搭着冰冻市 吃醉 魅力 蛻变 进步的新夏期 请支持管长 三好 伴平安 市长 魅力 李青青 拜托大家 感谢大家 哥 你今年有要回家投票吗 当然要啊 我要回家 支持成大水利博士 蔡金燕 她可是全国唯一 拥有水利专长的 议员候选人哦 我也是耶 蔡金燕专业又认真 补山淹水问题 也是她帮忙解决的呢 骑金 古山 严城 我们支持最理想的市议员 登记第十一号 蔡金燕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 陈美雅 本人 跟你问好 古山 严城 骑金 日本早稻田大学 法学 博士 拜托您 市长支持韩国瑜 议员全力支持 四号 四号 陈美雅 最特别的 四号 四号 陈美雅 最特别的 四号 四号 陈美雅 拜托 拜托 快乐台湾 政策 武汉 快乐 联保 来 亲爱的 观众好朋友 大家所收听 是 乐道最高点 李明 最大师 我是Angel 大家好 来现场时间是早上的11点18分 今天是星期二 离这个礼拜六的选举只剩下几天了 那其实在昨天的高雄市市长的选举辩论 真的 其实大家也是很仔细的在看 很仔细的在听 好 那我们其实很关心的 就是说高雄市的这个负债 其实很多 到底两位候选人是用什么样的想法 有没有要解决高雄市的这个财政吗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就是说两边 比如说要怎么开创财源 我们来看看陈其曼他指出 这是我引用自由时报今天的报纸 来高雄市一个转型非常困难的城市 他担任市长后要解决财政问题 那么前两年呢 要控制债务到50亿 那么第三年减半 第四年达到零债务 那意思就是说四年可以还3000亿 你知道吗 有部电影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叫做 这个到现在 因为在世界上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 那第四年可以达到零债务 3000亿还得完 如果真的还得完 那我跟大家讲 要票投陈其迈 好 但是我们不能只听口号 这个政策我常常在讲 没有一个人到现在选举有哪一个候选人 到最后当选之后他能百分之百履行他的政见的 所以这个听听就好 但是过程我其实在选举的时间 这一整个过程我都说要看品格 对不对 所以昨天这场辩论 有人技术上赢了 但是有人格局上输了 这个有人是赢了格局 但是技术上感觉上有比较弱 但是没有关系 民主社会大家自己选择 但是我一直在看第四年可以达到零债务 这是陈其迈候选人说的 好那他要靠什么呢 靠招商文创新创产业 还有全面的创造优质工作机会 帮高雄拼经济 好这个部分我就快速到 其实陈其迈有跟这个对手 韩国瑜讲说 这个你讲这个500万 500万是要怎么来 对不对 是要多努力深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嘛 那他是非常务实的 所以呢预计依照他昨天在谈的 就是说产业的部分 未来可以吸引到大概是 6万5000个工作机会 那6万5000个工作机会 有可能可以使得北漂的回来 也可以使得在地的 这个我们的高雄市民呢 能够有好的工作 所以呢是不是有带到说 这种人数会成长 这个我觉得一定有正向的帮忙 但是这样子其实 很实在的一个数字 也大概是300多万 所以他觉得这样是比较实在 但另外一个候选人就觉得说 人应该要有创造的格局 也要有梦想 我自己讲人因为梦想而伟大 真的是不错的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梦 刚开始大家不敢想 就会说那个是白日梦 但是我觉得也有人会好好的去看这个格局 那我想昨天大家有没有看格局 那我们来看看说大家的这个 如果要解决高雄市的这个困难的话 我们看到陈其迈委员有提到 毒品怎么防治会边预算 产业怎么提升会边预算 那么渔港怎么发展也会边预算 那农业怎么产销也会边预算 那么劳工怎么照顾也会边预算 那教育怎么推动也会边预算 那么长照怎么执行也会边预算 那所以听众朋友 那高雄市政府目前在城局执政这个时候 是不是都没有边预算 我能不能问大家 是不是没有边预算 所以呢才会现况让大家不胜满意 所以都要边预算 那还有来就是说 那钱要怎么来 钱要怎么来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曾经有人跟我讲 这个人目前是合作金库的董事长 他跟我讲说 你如果要治理一个城市 城市就好 不要讲到国家 你要把一个城市的财政 其实没有那么难理财 你要怎样 你来动作你的家 你一家外 比如说你儿子没贪多少 你们夫妻两个到底总收入是多少吗 对不对 这个叫做 看一下预算书 这个叫做税入 就是你有多少的进账 像高雄市呢 比如说有地价税 有营业税 甚至于这个交通罚款 还是什么的罚款 其实这也是地方上的税收 反正有很多税入的这个来源 所以你就要看嘛 到底你的夫妻两 比如说你的夫妻两 一个月赚八万块好了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有房贷 那三千亿我们把它化成 如果要依照比例的话 就是一千万的贷款 对不对 你有一千万的贷款的话 你一个月大概要找三千 三万多块的利息 现在大概一点八八 这样来算的话 那有三万多块的利息 所以八万减到三万多块 你们夫妻两个 大概也只剩下多少 四万多嘛 剩下四万多块嘛 那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开始一起算了 你的手机 十一住行 我先算手机 网路费 家里如果是另外算 第四台的费用 如果都绑在一起的话 那就这条钱可能会省一点 但是呢 水电瓦斯要算嘛 对不对 然后每一年 你要缴的保险费 地价税 燃料税 然后呢 还有你这个家里 有没有小孩 还有你们要不要 十一住行 一个月到底吃多少 等等这样的开销 尤其小朋友的 大家很担心 就是那个什么 补习的费 跟学费 这个等一下 我们要讲这个双语 因为有这个 听众朋友跟我讲说 希望听我来讲 这个双语的想法 我会讲 我只是在想说 你先用 你理家啦 就是说多少钱 那如果你这样算一算 你一个月 可能要花掉七万块的话 你大概就是有剩下 一万块钱 那这一万块钱呢 省当年度 你如果可以存的话 你还有存款 其实是不错的 那大概就是 你看一个城市的财政 你要用你自己家 里面理财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对 建设还是要做 就像小孩子的学费 也算是建设这个小孩子 栽培小孩 这一定要花的嘛 对不对 小孩要吃也要嘛 补习费也得缴 学费也得缴 所以建设不能停啊 是不是 也要一直做啊 对不对 好没错 所以你就一直做 但是你后来发现说 哇 但是钱不够用了 然后你已经 你已经跟可能亲朋好友借钱了 然后呢 你可能信用卡 信用卡更惨 那利息耶 对不对 你也跟信用卡又借了 所以呢 哇 你一直其实在变成是高度负债中的时候 那请问你回头来看看 你的薪水八万不够用 就是你的税入 跟你的税出 你税出大于税入啦 就是你开的 比你贪的 还那多的时候 那这时候 大家应该去平衡嘛 所以这两个人的证件 大家自己看 大家自己看 因为我刚才讲说 如果什么都有在编列预算 那难道是现在高雄市政府 没有编列预算吗 可是问题是做出来的成绩 为什么依然其实是 呃 大家不胜满意的啦 这个我觉得其实 现在的高雄市政府 当然只剩下几个月 但是 未来的市政府 是大家共同要去一起去思考 要去 要去想一下 那 你怎么想的话 你好好的去想清楚 你就知道这两个市长 你要选哪一个 因为一个拼命想要赚钱 但是我们也会质疑 就是说 那他赚 他真的能够赚得到吗 那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去反看 反看他的这个政见 有人说 这个 太平岛的石油 他说不是啦 是太平岛旁边这个场域 这个海域的这个石油 也举出了一些证据 可是呢 我发现啊 从昨天的辩论 很可爱 听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 不管怎么解释 人家说 装睡的都 都不会醒 就是 听不懂 但是技术上赢了 就是 大家有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啦 所以我现在我要回答一下 剩下三分钟 我先回答脸书 然后我等一下 我要来讲那个 外语教 双语教育 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台南就有一个很可爱的事情 来我们先谢谢我们的 蓝文林说分析的好 王玉梅说支持主持人 因为劝说 这个有政治 他是说 某一个候选人讲说 我背不出每个数字啊 但是我看得出问题的所在 我到不了每个地方 但是我知道方向在何处 嗯 好 另外陈小才说 哎 你讲的也很政治化 我也不讲了 重点是说 高雄人的痛是谁造成的 大家自己去想 好 陈锦毅讲说 这个自由时报销售量低 没有广告话 这是听众的留言 谢谢郑传人正在看 Ricky Young说 两人格局天壤之别 呃 连慧龙讲说 高雄已经赢了 全世界全国 都很注意这场选举 哎 真的啊 好多人因此赚了钱 我们这次的 这个 很多我们的摊 摊贩朋友们 甚至于餐厅 做吃的 包括便当 游览车 终于啊 这个选举 在高雄这边 也不错啦 生意真的有抢抢棍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抢抢棍 我们到底应该要感谢谁 来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 刘元宏讲说 陈奇迈有说 四年要还三千亿吗 他不是直接这样讲 而是自由时报 看一下A3版 A3版 他有讲哦 这个 这个他讲 前两年要控制债务到50亿 第三年减半 第四年达到零债务 那我们债务是三千亿嘛 所以这句话 我回答我们的刘宏源 你说我的观念已经偏颇 你的节目不值得听 那你自己去看一下自由时报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个 陈伟胜说不然呢 就变预算 好 零举债等于零负债 好啦 不管怎么样 这个因为大家留言 大家也可以同时在网路上 去看 另外有一个叫Fansin 他说 借钱买法拉利 我同意 主持人支持谁 尊重 但偏颇 又装中立 不是 其实我还是就事论事 只是每个人 都每个人的思考 我也请所有的网友跟听众 都要尊重 好 来 谢谢 那我们先让电台广告之后 回到这个双语教育 谢谢 你好 我是丹教 丹教要给你推荐 三明区市医院 何全峰 全峰是一个人真富负 我们三明区的好主题 11月24号 市医院双记 七七五乎 何全峰 和优积的世代桂冠 和真正打拼的人 够给我们一票 不可以打拼的人孤单 但就直接跟你拜托 罗兰 谢谢 放心 把事交给周灵文 周灵文是社团品鉴 整体问证 品质最佳的市议员 周灵文教够喜大 周灵文关心小孩 周灵文最无爱心 周灵文爱护动物 周灵文关怀六世 周灵文是你最好的朋友 请支持前卿 星星 凌雅 登记第六号的周灵文 放心把票投给周灵文 记得哦 市长期电子好 周灵文 高雄不能输 抢救陈旗麦 高雄不能输 求求丹旗麦 高雄虽然没有台北 那种好命地 但是我们有主持 亲打拼 守候高雄 守候我们的家庭 我是英雅 新兴 新兴 七丸 桃酸林 三好 三好 丹旗麦 在外里市 拜托大家 丹旗麦 作非守候 丹旗麦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 陈梅雅 本人 跟你问好 古山 延城奇京 日本早稻田大学 法学博士 拜托您 市长支持韩国瑜 议员全力支持 四号 四号 陈梅雅 最特别的 四号 四号 陈梅雅 最特别的 四号 四号 陈梅雅 拜托 拜托 会文也会舞 凤山再进步 各位 乡亲 市团 大家好 我是 市议员 丹旗麦 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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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 是我们 共同生活的 所在 創作 红山 幸福 好 未来 是我们 共同的期待 丹旗 丹旗 会文 坚持 打拼的目标 坚定支持 丹旗 第八号 丹 丹 启文 拜托 感谢 各位 红山 乡亲 大家好 我是 无同的参算人 红山人 红山人 塞 议员 丹旗 第七号 丹 卫生 红十五年来 代表国家出国比赛 客官军 倒回来 千年来 在红山 发放北米 帮助 六世 变年后 我有 国家 文化 帮助六世的建议 保护 狗狗行费 拜托 红山 向前 花一个机会 本期 切合 丹旗 议生 切合 丹旗 议生 拜托 坎生 拜托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 联播 网 来 亲爱的空间 好朋友 大家收听 是快乐 联播 也要说双语 教育之前 其实有两件 很重要的事情 要提起 我们空间的好朋友 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再做一下提醒 就是说 最近因为有那个非洲猪瘟 的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所食用的这个猪肉 它的来源 还有烹煮的方式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另外一个 是因为在公投里面 中华奥会 这是代表台湾的 不是世界奥会 这是中华奥会 这是我们台湾方面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公投 因为中华奥会 希望能够保住 汇集 为什么要保住 我们的汇集 就是让这些选手 能够有机会 去参加比赛 要不然这些选手呢 常年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 他们有他们的权益 甚至于呢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国际上呢 利用 就是说 他们一直都有很好的成绩 来帮我们台湾发声 对不对 这也证明了我们台湾真正的 这个国家的实力 我们不是东亚病夫 看看我们选手在世界上 这么多优秀的表现 就知道说 我们真的要为这些选手 保留住他们参加比赛的机会 所以这个体育界 体育界是反东奥证明 好在态度上面 我们就引用 中华奥会秘书长等等 包括选手他们的心声 在这边呢 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中华奥会秘书长沈一婷 他说请民众不要做情绪性的投票 以免影响选手未来代表国家参赛的权利 你把名字证明了 你觉得说 这个 我跟你讲 其实台湾的主权没有改变 就是一个名字 大家看起来顺不顺眼而已 但是如果你真的给他改下去的话 我们会被 老实讲 打压的很严重 那我要讲 这个涉及到外交 国家的高度 我只是觉得这个是 外交的东西 我这样讲 你来看北韩 那个金正恩先生 他常常玩两手策略 所以他一下子要找习近平 一下子呢 要找川普 那在两个呢 用时间换取空间 争取时间换取空间 是不是这背后有他 其实还要再继续发展核武 反正呢 就是要让大家看 他是一个角色 所以他能够达到一个制衡 去跟所谓的强国 不管是中国还是这个美国 平起平坐 好 再来你看看日本 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是不是也很忙 一下子呢 要去美国 一下子要去中国 其实玩的 大家就是两手策略 包括东协国家 这个代表 东协的部分呢 中国要跟他军演 他就说 好 美国要跟他军演 他也说 好 大家都在玩两手策略 看看川普这一次呢 其实在这个APEC上面 其实每次你看看 他如果发言对于习近平 总是说 我这个最尊重敬爱的 对不对 习近平主席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在中美贸易 是打的 这个火热火热的 是一点手都不软 而且呢 在美国的国内 民主党跟共和党 这两党呢 就像我们的蓝绿两党一样 真的也是很吵 然后呢 感情一向也不太好 但是呢 在制裁中国这件事 导致是有共识的 可是你看看 人家川普总统 人家那个身段 也是会会吹吹吹 嘴巴讲得软 但是动作很硬 玩了什么 这些国家玩的 都叫两手策略 所以这都是属于 外交层级的东西 这个东西 有时候不是说 你有个性 你就想要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包括这个 我们冬奥证明这件事 是不是请我们的全民 大家好好想想 我们这些选手们的权益 我们来看看 举重选手许淑敬 他的 在反冬奥证明的态度上 他说 11月24日 请给运动员一个舞台 支持中华奥会 那么期望运动员 可以好好参赛 所以请大家 反对冬奥证明 这件事 我从这个 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心声 好 那我们的涉及名将 林怡君 他讲 呼吁线上运动员 要站出来 为自己发声 也表明 冬奥公投证明 请投 不同意 好 另外我们看看 前奥运的涉及国手 杜台新 他说 冬奥证明损级运动员 参加国际赛事的权益 不能参赛是生命的折磨 有些人 人生的道路不一样 他们就是运动员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生命的折磨 那有一些 比如说 我是做广播的 你可能叫我哪一天 不说话 我也很折磨 如果说 这个媒体 这个平台 真的也被打压 这么严重的话 那很多人叫我去自媒体 自媒体当然也是一条路 可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说 人都还有一点点骨气 用时间换取空间 所以我们 这个做人处事 有时候要有艺术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女蕾选手 别让冬奥证明公投 毁了运动员 一直以来的努力 不要误判行事 让我们丧失汇集 不要剥夺运动员参赛的权益 别拿运动员的未来当赌注 对他们来讲 运动就是他们的生命 尽管我们很多人不是运动选手 不了解 别人生命的意义 但是呢 我们自己 重视的事情 你要把它将心比心来看 那我觉得 是不是大家给这些运动员 一点点参赛 一点点这个生存的空间 所以这一次呢 公投后 好 公投后 将会呢 如果大家都让冬奥证明的话 其实 会有很 很大的 这个对运动选手的这个伤害 我们看看公投后的表决 我们看看 这是中华奥会秘书长沈一婷他指出 如果中华奥会被除名之后 没有办法组成国家队 那么选手想要参赛奥运会 连资格参赛都参赛不了 更不要讲说要成为独立的运动员 好 那么对于已经拿到参赛的资格者 能否参赛 也要国际运动总会 还有奥际运动会认定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门槛恐怕 也很高 那另外 中华奥会将于公投结束隔天 召开执委会 讨论并且表决是否要执行公投的结果 那如果过了怎么办 那如果这个证明公投过关 那下面 以目前范兰阵营与反对公投 占有极大席次 证明也不会在这场会议被通过 那么据了解 蔡英文总统在 10月5日接见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莫奸的时候 那么这个 莫奸呢 表示 美国对冬奥证明帮不上忙 还说大陆也可能借此将台湾踢出国际奥会 那你看怎么办 其实台湾到最后要靠自己 那我们总统因为是民主的国家 所以呢蔡英文总统说 蔡英文总统向墨剑说 台湾是民主国家 证明公投是民间推动 他也没有办法阻挡 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交给我们的全民来做主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 我特别要在节目里面来讲 好现场时间来到的11点41分 我来讲一下这个双语教育 先来看看这个新闻 其实呢我觉得双语教育并不是 哪一个特定候选人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政策或是方向 而是其实我们台湾呢 本来就有意思要来走这个双语教育 只是呢到底要怎么样施行是最好的 大家都努力来做 我们来看看台南市政府 为了要营造友善的环境 所以他协助在地的店家翻译 那像是印制双语的菜单 好昨天呢台南市政府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 跟南台科大就举办了双语菜单成果记者会 要以美食大富翁为主题 那象征这个英语友善标章 然后插旗到西北地区 那也要带领这个外籍的人士来畅游台南 好那也希望真的借由一些行销的活动 能够吸引外籍人士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县市政府呢 其实也都很努力的来做 因为其实这个是台湾 这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方向 但是要怎么把它做得好 这件事大家就要好好的想一想 我之前其实有某一个地方上 地方上的这个市政府曾经呢 他说因为Angel是在美国读书的嘛 所以呢帮忙看一看 他们跟一个学校合作 就建置了一个英语的网站 所以这个网站他说请我看一看 其实呢我就专访完之后 我就真的呢把网页打开 看了一看 我刚光是看到第一页 我就说哇这个网站恐怕不太及格 因为呢他是用我们台湾人的这个 不是用外国人看的 来做这个网站 你知道为什么吗 网站一打开之后 会显示中文跟英文 中文跟英文这两个字 都是用中文写的 那请问老外如果要用这个网站 他又看不懂英文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那英文那两个字写的是中文 他怎么看得懂 你好歹要写英文写英格里许嘛 对不对 好所以呢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谈 这个在推行英语环境 有很多的做法 跟很多的细节 其实呢 是需要好好的细思量的 那现场时间是11点44分 我们让电台广告再回到现场来 谢谢 小玉小玉 我跟你说 老板加我薪水了耶 我也是 基本工资一直调升 我们公司今年也响应全面加薪 然后又减锁得税 赚得更多 缴得更少 嘿嘿 还有更棒的 企业务权问题解决了 让我老板决定回台湾投资 嘿Patrick 以后我们可以常见面了耶 嗯 我呢 还有个好消息 我太太怀孕就要升哦 哇 恭喜 但这样负担也变重了耶 哎 不会不会 我都打听好了 政府推出托育新制 又加速推动社会住宅 这样成家立业 更轻松啦 政府加薪 减税 扩大育儿补助 和提供社会住宅 让我们也想赶快有小baby呢 干杯 大家一起打拼向前车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我是丹吉玛的勘手 吴宏医师 过去接近30年的时间 我在高雄医界博物 要拜托高雄的乡亲 支持丹吉玛医师 来做我们的新市长 照顾高雄人的未来 11月24号市长选记 请你支持在地高雄人 理合陈其迈 感谢老辣 各位乡亲士大 大家好 我是丹吉 丹吉在这里特别 要推荐我们市议员参与 定期三好 丢幸福 生活做事 很负借 很认真 我们如果有重大建设 问一边都靠生活 帮忙协标 所以说这边的参与 我们一定要接中参与 支持三好 三好丢幸福 丹吉在这里 给你拜托 罗兰 谢谢 快乐 联播王 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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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丹吉 丹吉 家庭 老大 来 阿连 参与 乡亲 大家好 乡亲 大家好 大家好 韩国语 乡亲 一蚊 当年 当年 十一位 理事 大家好 一蚊 乡亲 韩国语 一蚊 乡亲 当年 当年 拜托 拜托 感谢 快乐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 联播王 来 亲爱的空天后边 和大家所收听的是 快乐联播王 其实我们现在 除了在收音机之外 其实我们在脸书上面 有很多 这个网友 在脸书上的讨论 那这个问云生 有提到说 证明 与否跟选手参赛权 真的有关系吗 我跟你讲 真的有关系 因为其实连赖清德 我们的行政院长 我们的格魁 都出来讲了 关于这个洛商协议 它是国际奥会 跟中华奥会签署的 那双方已经表示了 就是说 这个签署的洛商协议 维持不变 并完全有效 那完全有效 就是要用现在 大家不想用的名字 那而且这国际奥会 及中华奥会 也都表示 现在是无意修改名称 但是这个公投 可能会改变这情况 但是如果公投 一改变情况 就是要所谓的证明的话 目前依照这个中国的打压 其实说实在的是 暂时没有空间 所以我刚才 其实有点了 我说用外交的这种方式 其实要比较细腻 有时候时间换取空间 这个 就点到为止就好 那我们跟俄罗斯的状况不一样 温云生有讲说 在俄罗斯就可以用 好像这个个人的名义去参赛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不一样 状况不一样 好那另外我也请 这个在网路上 我觉得大家留言 有时候会比较情绪化 陈伟胜先生 不好意思啦 点一下你的名字 我们不要有情绪上的用语 不要有情绪上的用语 另外这个 Rick Young知道 我现在要讲双语教育 所以他说 英语环境啊 路民啊 景点啊 菜民都闹出那么多笑话来 那么各做各的 应该让专业的来 真的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民进党的英文 民进党的英文 DPP 它其实造的是中文的意思 就叫民主 应该是democracy 然后进步 它好像是翻progressive 是不是 然后另外P就是party 所以是DPP 但是你看国民党叫做KMP 它就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照它的拼音来的哦 KMP吧 T KMT K就是国嘛 Core 然后M 民 党 所以是T 所以是KMT 所以它是一个是照议音 国民党是照议音 但是民进党的DPP呢 照的是这个 我们说中翻音 这样的一个写法 所以你说 这个要去怎么定义 有时候呢 这个标准真的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会倾向说 其实是英文嘛 你就是要让外国人 说英文国家的人 Native English Speaker 让他们能够看得懂 能够看得懂 所以你看水饺 水饺 你如果跟老外说水饺 他念不好还会睡觉 对不对 但是在国外的话是Dumbling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Dumbling是外国人 就是这个英语系国家 说英文的人 他们都可以接受这个Dumbling 他们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话 那你就叫Dumbling吧 你就不要硬叫他水饺 因为念不好常常就睡觉了 好 另外我来看看 这个网路上还有好多的这个留言 那陈景毅说 外国人都叫我们为台湾人 台湾 不叫中华台北人 对 然后陈伟胜也讲 他说台湾是地理名称 这个 这个我跟你讲 我的政治意思就是 我觉得我们是台湾人 台湾是有主权的国家 这是我的意识 那在外交上面呢 我觉得 可以跟美国跟中国 维持良好的 这个邦交 这是我的概念 那所以我也支持 就是说 如果要跟世界做生意 跟世界做生意 跟世界进行所有的文化交流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 这个 外交 我在讲 不是一拍两瞪眼的东西 很细腻 这不是说照个性 我欢迎这样说 我比较爽 外交其实是现实利益 有时候呢 你要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要瞧到利益 刚刚好可以接受 或是这个利益来换 那个利益 要瞧 这个是很多细节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大家 其实这样子 用很多 简单的意识形态 其实可以来做的 但是我只是要表达一个立场 我也很希望我们可以叫做台湾来参赛 但是现实 我觉得阶段性 阶段性的妥协 阶段性的妥协 那我先维护运动员 运动员他们的参赛权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也是很多运动选手的看法 那大家 我们就彼此尊重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的话 好 那我现在回到这个双语教育 因为这是台湾 其实台湾也希望像是新加坡一样 因为其实英语 到目前还是非常有利的国际语言 而且现在也不是什么翻译机 像一大堆的什么翻译 可是很少 其实可以翻译的很好的 所以到最后是回到人来自己学 因为在学语言的过程里面 不是只要说会说那个语言 有时候是在语言的背后 其实它有很多的内涵 比如说这件事情 他们是怎么讲的 那我想看我能不能讲一个好的例子出来 那有时候你要知道说 这个语言里面 你要学习对方的文化 像我们最近刚好有一个司机大姐 开小黄的司机大姐 她在在我的时候 她发现说 我老公就是会帮我开门 然后就是蛮有礼貌 然后也会系这个安全带 这个台湾人比较少做后座 还系安全带的 然后看我先生的动作 是很优雅 他只是就顺口想了一下 因为他还蛮常出国去玩的 他说外国人跟台湾人 没什么样的 外国人做事情都觉得比较慢 但是说实在 他们感觉比较有礼貌一点 因为他的经验是怎么样 他的经验是说 他去国外的时候 比如说你如果进入像超商 对不起我直接讲好了 我的经验是美国 他的经验也是美国 所以他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进电梯的时候 我们不会抢 你在美国那个环境生活的话 虽然常笑说他美国时间 做什么好像都很没有效率很慢 可是我跟你讲 人家就有一股就是优雅 像我们在台湾啊 我跟你讲 那电梯大家都直接冲进去 男的也不会让你的啦 对不对 就大家都冲你啊 然后大家也不会去看旁边人怎样 反正的 大家使用手机滑一滑 反正我要进去我就进去 你不会说有那种礼让的感觉 那印象最深的是 我跟他在聊天 就是说 我们一般 比如说我们推一个 我们去超商 把那个门推开之后 我们的门 我们其实人就直接就这样走出去 那有些门会这样 叮一声 或者说有些 有些门就是 对他不会叮一声 他会慢慢的关上 可是你如果在美国 他们有一个日常的礼仪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出去之后 你门推开出去之后 你会稍微看一下 后面有没有人 如果后面有人的话 他会稍微把这个门先顶住 让后面的人先行 如果后面是老人 是小孩 但是其实不管是谁 因为有时候这个人 他跟你的距离很近 你不会说把门 你就这样一甩 然后人就走了 还是说你也不甩 反正你人出去就出去 你也没有去管 你旁边周围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人 其实这是不同的 我觉得的生活习惯 所以但是有时候 我说你有时候 去学语言的时候 无形之中 你可能会跟外国的老师接触 你会了解到他的 不同的生活文化 会使得你以后不管在做商业贸易 或者各种的谈判 或跟外国人相处的时候 你会知道在谈判上 其实你如果知道他们的文化 跟知道他们的礼仪 这个是非常加分的 我就说到这里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人民最大声 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